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丽娜 比上个影片到现在又有一段时间没有推出新的影片 那今天呢我要来特别介绍一下我女儿现在两岁七个月 她每天早上在家里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上的英文课程内容 那因为呢我平常在IG上面其实有po很多她的上课动态 那因为都是片段式的所以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讲会觉得说 不太知道就是整整一个小时里面的课程内容到底有包含些什么 然后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教会比较好 那我今天就拍了这个影片 我拍的方式呢会是我会先跟大家就是讲step by step 就是每一个步骤会是怎么样上 然后再来会有一些就是我女儿上课的实况的一些影片 给大家分享这样子 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比较完整的知道说 一个小时里面的课程包含了些什么 然后呢可以有些什么游戏啊或者是上课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首先呢最重要呢一个小时的课程里面呢第一个步骤呢就是warm up 就是等于是暖身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的方式呢我通常会带六首的歌曲 有包含了比如说一开始就是hello song就是跟小孩子 就是有点是跟小孩子打招呼 然后就选一首歌跟小孩子打招呼 然后再来呢教天气 选一首天气的歌曲 就是歌谣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我自己会多加一个 就是比如说要教他星期一到星期天的英文的歌曲 这样子会选一首 然后再来会教字母然后还有数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发音就是英文发音的phonics的歌曲 所以零零总统加起来呢前面的warm up的歌曲大概有六首左右 那这个就是可以让爸妈自己去挑选就是喜欢 呃就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去找歌曲 就是呃六类六种不同的歌曲这样子 然后让小孩子先前面刚开始做一个warm up的阶段 也让小孩子知道说哦现在这是要准备要上课咯 就是大家就是小孩子要开始静下心来这样子看 看那个影片 那有些家长呢他们其实呃不是很呃 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小孩子看呃平板的 那也可以就是去掉平板就是单纯放CD的音乐 然后跟小孩子在里面就是唱歌跳舞也可以 做warm up的阶段 开的开的开 caval Denn 巴掑有的 alguien想七啊 开的开的开玩笑 开的开 caught 开的开玩笑 ehm 欸 食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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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這個勒 很好 那這個勒 非常好 剛剛那個門上面的 發音練習完之後 我們就玩另外一個遊戲 通常我會選4張卡 就是不要太多 就是一次的數量不要太多張 然後讓他就比較容易分辨 好 ok ready 來開始喔 你幫我看first one 哪一個是 拍 good job ok next one ok再來喔 very good 再來喔 剩下兩張囉 那哪一個是 unk very good 那最後一個是什麼 很好 然後呢 剛剛玩的遊戲結束之後呢 我就會讓他看這個 就是 Oxford Reading Tree的 就是讓他學著blend 他的字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怎麼做 ok 躺啊 ok你過來吧 來這是什麼 s e n s en so sun ok sun sun在哪裡啊 very good 再來喔 這什麼 k en p good k en p k k k ok 哪一個是kup 很好 keeper拿著對不對 然後呢 在我們結束剛剛的那個blend之後呢 通常我會寫 那個會就是他念一頁 完一頁而已 然後接著就是來寫這一本 這本叫 learn to read activity book 就是也是 教他就是 呃 phonics的部分的 那每天因為他是有分lesson的 所以呢 就是每天就是一個lesson 一個lesson 就兩頁而已 很快就寫完了 所以每天都是就是那個結束之後就是固定寫這一本 ok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什麼音啊 媽媽f跟bb什麼 f 很好 ok so now over here 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隻小青蛙什麼 想要找出bbbb的f的音喔 你幫媽媽找好不好 按一下這樣子 看到bbf的時候按一下 good job 還有哪裡有f啊 very good 還有哪裡啊 good job 還有哪裡有 很好 還有咧 然後剛剛的phonics練習完之後呢 我會讓他看一本故事書 就是讓他緩解一下 不會好像一直在上課的感覺 所以中間我都會穿插故事書 就是讓他中間可以喘一下氣 就不用寫這麼多東西 或者是一直都是在練phonics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挑一本故事書讓他看 今天要看的是什麼 A Little Princess Story I want my dinner I want my dinner 我要吃晚餐 哇你看他臉都紅了 他是不是很沒有禮貌很大聲的喊 對不對 是不是 OK 喔 媽媽就說囉 Queen就跟他講說 Say please 你要說請喔 Say the queen OK 你看看他蠻乖的喔 Princess就說 I want my dinner Please 還乖乖帶兜兜 然後故事講完呢 我們就會來寫這個練習寫字 那基本上因為我女兒才兩歲半 兩歲七個月左右 其實不需要要求太多 那我只是讓他玩票性質 就是玩樂性質來寫這個東西 就是讓他等於感覺是他自己 他自己覺得是在畫畫啦 就是不標準 寫的不標準也無所謂 就只是讓他接觸而已 那不需要太嚴格這樣 然後這是RWI的教材 所以呢他每個字母上面呢 都會有一個像繞口令 讓小孩子幫助他寫字的時候 可以更加深印象的 那像這個呢 因為他的繞口令比較長 所以我通常會把它縮短 譬如說我會這樣說 我會說down the boots 所以這是一個boot嘛 就是靴子 down the boot round the toes 然後呢 round 就是畫圓圈 round the toes toast 是腳趾頭 所以是down the boots round the toes 這樣子的方式 down the boots round the toes ok good try ok不錯加油 down the boots round the toes ok喔 剛剛練習完寫ABC之後呢 就是練習完字母的時候呢 就是來看一本書 然後也是就是 讓他休息一下 就是剛剛其實 有時候練習寫字是蠻好精神的 所以就會讓他看一本書 休息一下 那這本書呢 就是關於ABC的 也是關於Alphabet的書 所以呢也剛好可以 就是跟主題相關這樣子 ok我們來看這本書喔 Alphabet Ice Cream 你要先跟誰說hello啊 你跟誰說hello啊 你跟誰說hello啊 hello hello hello誰 hello Nickensu 對 hello Nickensu hello Nickensu ok我們來翻開來看喔 ok A is for Apple Good job 還有什麼 Airplane 再來呢 B is for Bat 還有什麼 Bat 剛剛看完那個 Alphabet的故事書之後呢 我就會 吳新宜不詫 ity 就是我們每天都會寫 兩張Word sheet 然後呢 基本上我都會先這樣一個禮拜天的時候 會把所有下個禮拜 一周份的量都先準備好 然後用這種folder去區分這樣子 譬如說Thursday啊 Wednesday這樣子 那今天是星期一 我錄的時候是星期一 所以是Monday 那就會直接可以這樣子抽兩張出來 讓小孩子去寫 寫囉 我們這是什麼 媽媽V跟BBV OK 所以呢 我們來找找看喔 媽媽V 那BBV在哪裡啊 你幫媽媽 找出來 很好 蹦一下 很好 再來呢 BBV那媽媽V呢 很好 Easy peasy 對不對 簡單 很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醫生呢 醫生是要拿什麼 非常好 那再來呢 咿咿咿咿咿 這什麼 消防酸 對啦 再來呢 這個小姐她是賣東西的 賣hamburger的 對啦 那最後這個工人呢 她是敲敲打打的 這邊 OK好 哇 very good good job Happy birthday的時候 你在這邊塗塗塗就好 不用畫線線 你用塗塗塗的 對啦 對啦 好 再來喔 下雨 下雪 sorry 下雪 snowing的時候呢 是什麼 是會build snowman 還是要玩這個啊 哪一個才是啊 下雪的時候是什麼 good job 很好 build snowman build a snowman 接著呢 我們剛剛 寫完了兩張練習券之後呢 就是到 快接近尾聲了 我們的活動的尾聲 那就是我會讓她看書 那這些書呢 就是比較 呃 都不是閱讀 都不是 呃 繪本類的東西 都比較偏讀本類的 那 呃 這兩本小書呢 我會希望她自己能念 因為比較簡單 那接著這三本呢 就是我當故事書 唸給她聽 呃 要看你自己的小孩子 她喜歡書的程度 那因為我女兒是書蟲 她非常喜歡書 所以呢 她有辦法就是 呃 在短時間看很多本書 她覺得 就是她不會覺得 無聊或走來走去 或者不想看 那如果你的小孩 不喜歡 沒有那麼喜歡 或者是沒有那麼習慣 去看書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 剛開始就是 各挑一本 或者是看個兩本 一兩本就好了 就不用像我這麼誇張 準備這麼多本 那因為我女兒很喜歡看書 所以我才會準備這麼多本 那給大家參考 我們來看的是什麼 Wilma 跟Wilma的爸爸 Super Dad 哦 爸爸是個Superman耶 有沒有 你看他穿的衣服很酷哦 哦 這是誰 記不記得 Wilf跟什麼 Wilma對不對 然後他說什麼 Look at Dad 什麼 媽媽就說你看爸爸 穿的跟Superman一樣耶 好像會飛起來哦 很厲害哦 OK Dad looks silly 然後他說 哈爸爸看起來好笑哦 誰 我們來念這一本哦 你自己念哦 可以嗎 Fun at the playground OK 翻第一頁 OK 你說什麼 I I go in I go in I go in OK 再來 I 我進來哦 我進來 對呀 再來 I go 再來哦 I go up I go up I go down I go down Weehee 再來呢 at the playground at the playground I get around 你說 I I get get around I won 我們剛剛就是 看完了所有的故事書 然後也練習了就是 大家念小書之後 最後的一個行程呢 最後一個step呢 就是唱歌 就是我會故意把這留到最後 讓他就是很輕鬆 可以跟我唱童謠這樣子 然後呢就是這樣子結束了 早上的所有的課程 上哦 Rock a bye baby on the treetop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cradle will rock When the ball breaks the cradle will fall Down will come on baby cradle and all 剛剛就是我們上課的內容 就是step by step 就是每一天一個小時裡面 我會怎麼樣去教我的小孩 就是教我兩歲七個月大的女兒 那接下來呢 呃 我要講一些就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 呃 在英文學習就是 自學方面 在家裡homeschool方面 比較我覺得比較重要 需要家長 呃 知道的部分 首先第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呢 呃 要看小孩子的上課狀況 然後來不斷調整 呃 課程的內容 比如說你覺得小孩子在哪一方面特別弱 或者需要加強的 那那個比重就可以占多一點 那或者是你覺得某個部分小孩子很 已經已經駕親就熟了 就是已經都會了 那就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就是你要看你小孩子的就是 學習狀況來慢慢去調整 呃 多寡 就是課程占的部分的多寡這樣子 那第二點呢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呢 呃 不要去勉強自己的小孩 就譬如說他今天心情 你起床發現他心情已經不是很好了 那他可能 你覺得他可能今天上課的狀況也不會太好的話 其實那天就不用上課也無所謂 就是不需要一定要就是 呃 知道他心情不好 然後還要特別就是 呃 這樣的狀況之下還要讓他去學習 那他這樣子學習的成效就不會很高 那再來呢第三點我覺得很重要的也是就是 呃 我覺得養成學習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呃 我覺得至少一個禮拜要上五天的課 是我覺得是ok的 你可能有兩三天家裡出去玩啊 或什麼 然後不上課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你每天就只是一禮拜 大概一 上個一次兩次 然後其他時間都沒有再上的話 那其實對這個學習的成效就不會 有個持續性就不會很 很好 就是學習效果就不會很好 所以呃 我會建議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有打算 想要讓小孩子在家裡念書的話 就是開始學習的話 那最好就是一週有五次的時間 我覺得是比較ok的 呃 剛剛其實已經在 呃 step by step的部分已經播了一些畫面給大家看 那現在這些畫面呢就是 呃 我另外又在拍了一些他其他天上課的狀況 那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掰掰 掰掰 Cat Very good 對 我們來找Dog OK D O G 哪裡有D 先找D D D 很好 放上去 Good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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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找到了 A B B 不對呢 這是A D O 對啦 沒錯 這是G 很好 哪一個 OK 哪一個Ant 是大隻的Ant 大的 選起來 For Apple Juice 對 Ant會脫喝你的Apple Juice對不對 小心喔 不要塗到別的喔 OK Ladybug 哪一個是大的啊 哪一個是Big Big Ladybug 很好 選起來 Good job Good job 小心不要塗到其他囉 再來Butterfly 哪一個是大隻的Butterfly啊 哪一個是Big 哪一個是Big 很是Big 對呀 Too Big 叫Too Big 非常好 然後再來Caterpillar 哪一個是Big Big Caterpillar 大隻的 拳起來 哪一個Big 大隻的 Very good 小心拳到喔 對呀 小心拳到喔 Go 跟媽媽唸喔 We get We get We get A crust A crust 喔 再來拿什麼 We get We get Cheese Cheese 喔 這你會耶 這什麼 We get We get To Tomato Tamato Tamato 很好很好 然後呢 We get We get 你也會這個 這什麼 O O Onion 對啦 對啦 We get Mus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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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